現在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主獎人唐鳳政務委員 主獎從社會企業到社會創新 From Social Enterprise to Social Innovation 讓我們掌聲歡迎 福倫社的各位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早 我的演講一向是沒有固定的主題的 所以我要講什麼完全看大家想要聽什麼 各位手上如果有手機的話 在拍完照之後 可以麻煩連到這個網站 它是slido.com 這個網站進去之後會跟你要一個code 這個code就是今天的日期 輸入415 然後再輸入join就可以了 那在這裡面這個是一個匿名的 可以提問的一個網站 因為我在大部分做演講的時候 如果要求大家舉手問問題 或者是劇名的問問題的話 都會收到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 這個對大家時間也不是很有效的利用 但是在匿名的情況呢 我們就會收到各種各樣子 相當有挑戰性的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在上面呢 可以先試著 已經有人說早安了 那我們就拿這個來demo一下 就是如果你看到別人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就可以按讚 那按讚的話呢 旁邊這個票數就會從零票 開始慢慢變成一票 對 然後呢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會知道說 在這個地方 大家想要聽的問題是什麼 好比像如果一個問題 他有十個人按讚 我一回答 就相當於回答了十個人的問題 這樣子對大家的時間 都是一個比較有效的利用 那所以在大家還在想 要問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就先花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先把我在行政院裡面 對於社會創新相關的一些工作 跟大家做一個基本的報告 那在報告之後呢 我們大概會有三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留給各位來進行這個問答 即時問答的工作 當然如果大家想要這個舉手問問題 還是都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 我在行政院裡面呢 有三個主要的業務 一個是青年的賠利 那一個是開放政府 那第三個就是社會創新 那這邊呢先用這張圖片 來跟大家講一下 開放政府跟社會創新的一個關係 我們在傳統的過去的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網際網路發明以前 大家對於政府的一個想像呢 就有點像這個中間的一個繩子 它是要調和各個不同的社會上面 各種不同勢力的中間的這個關係 確保說雙方都不會受到太大的損傷 是一個仲裁者的一個功能 除此之外呢 也有一個連接者的功能 就是這個繩子不能夠斷 斷掉的話呢 社會上的朋友們 就沒有辦法一起參與公共的這個治理 那這個模型呢 其實是大家對公共行政的一個想法 就是政府呢 是把這個社會上的各個實力 進行一個聯繫跟一個調和 但是呢 這件事情呢 在網際網路出現 尤其是當手機出現之後 這個模型受到了很大的挑戰 我們在國際上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越民主的國家 他們人民就越不相信政府 幾乎可以說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就是這個國家民主程度的一個表征 這個情況呢 在過去十年是越演越烈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了新的這些網路科技之後 這些狗啊 都長得非常大了 就是說 這些社會上的各個不同的勢力 他們自己彼此集結的能力 速度 強度 以及回應的這個距離 都在在的都比之前要透過代議政治 要透過所謂的政務委員啊 這些這個要來的快速也來的確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壓力 在中間這個繩子的壓力呢 就越來越重 然後我們常常呢 在有很多有爭議性的這個政治事件的時候 就有一種快要被拉斷了的感覺 那我要加入政府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試一個不同的治理模式 這個治理模式呢 在國際上面 它叫做多方利益關係人治理模式 Multi-Stakeholder的治理模式 這個模式簡單來講 就是政府不再去問說 我們要怎麼樣做出最公平的裁判 最公平的資源分配 我們也不是只是在自問說 我們要怎麼樣確保社會上 大家都可以透過我們的轉譯來聽懂彼此說的話 這個呢壓力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現在呢 改問兩個不同的問題 我們這是中間的這個連結啊 我們問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 在各方不同的利益關係人 都有不同的想法的情況下 不同立場的情況下 有沒有一些價值 是大家還是共同的價值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可以問的 第二個就是說 在這個共同的價值底下 大家有沒有可能用創新的方法 想到一些新的做法 這個做法對大家都有好處 而沒有犧牲掉任何一個人 簡單來講 第一個公共是集思 那第二個呢 則是廣義 那這個講得非常抽象 所以我們馬上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們在做社會創新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refer到 所謂的social enterprise 就是社會企業 台灣在過去20年裡面 相信各位應該比我清楚 有非常多成功的社會企業 他們就是像上一頁的模型一樣 去成功的結合了社會的力量 商業的力量 各種不同治理結構的力量 一起去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好 至於組織形式 當然有的像 主婦聯盟生活社會合作社 它本來是一個NPO 但是後來變成有一個合作社的形式 有一些像喜漢兒 它完全是charity的一個形式 那有一些像理人 或者一些別的社會企業公司 則是採取公司的形式 但是不管它的形式是什麼 它的作用都是一樣 就是結合社會上各個不同 利益關係人中間的意見 那剛才我們這個 有名女委員在介紹我的時候 說我每個禮拜三 都很歡迎年輕的朋友 來跟我討論社會創新的問題 是我的office hour 那我這邊想要特別澄清 我是對年齡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各位都非常非常歡迎 就是只要對社會創新有貢獻 都很歡迎直接禮拜三 來空總來找我談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是因為我們發現 一個成功的社會創新 它幾乎都是輕盈結合 都是工作向各位 到了一定的成就 有了一定的社會的事業 來提供各位的wisdom 然後年輕人也許提供一些 新的衝勁 新的想法 然後再結合他想要服務的 利益關係人的群體 像如果要服務生障者 就要結合生障的群體 在一個board裡面 有各種各樣這種非常多元的代表 我們看到這樣子的社會企業 才能夠達成他的社會使命 用商業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我這邊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呢 各位如果現在到空總的話呢 會看到有一個叫做 點點善的一家社會企業 他們正在推行一個叫 天賦城市的這樣一個計劃 點點善這個社會企業 它做的事情就是 它非常有系統性的 去看社會上所有的弱勢團體 然後呢 試著找出這些弱勢團體呢 在某些他們熟悉的地方 他們其實是強勢 我們才是弱勢 舉例來講 他們就跟喜憨兒基金會合作 去讓喜憨兒呢 做什麼呢 去畫畫 畫像這個很漂亮的 這個犀牛隊長啊 或者是這些小黃狗啊 或者是貓頭鷹啊 然後這個就可以在世大運 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作為這個視覺的表征 其實要我畫 我還畫不出來 所以這個呢 就是去找出他們的一個特長 他們也跟視障的朋友合作 好比像說各位朋友 可能有聽過一個叫 黑暗對話的社會企業 這個社會企業 就是大家在辦共識營 在開會 在做各種有引導式的工作方 的時候呢 大家把燈全部關掉 在一個全黑的地方 去開這樣的共識營 這個時候呢 大家都會覺得 有點手足無措 比較vulnerable 但是呢這個時候 就會有非常有自信的 引導員出現 帶著大家去進行 一項又一項的 共識營的這個活動 那這些當然都是盲人朋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經過這段共識營之後 你對盲人的看法就改變了 會發現說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們才是優勢 我們才是弱勢 那在點點上 這一次的這個系統性的觀察裡面 他們就觀察到了接賣者 接賣者呢 相信各位也有碰過 就是可能很多事行動不方便 然後呢想要這個用 好比像說衛生紙啊 或者口香糖 就是跟你進行一些商品這個販賣的一個工作 但是呢我們如果用服務設計的角度 去檢討這個接賣者的這個business model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說 它有三個主要的痛點 一個是說它的資訊相當不平等 我們在看到的時候呢 其實它不會給我們一個elevator pitch 我們也不太知道 他們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大家對於它的商業模式 會懷有一些疑慮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它的互動一直都是說 先生小姐行行好 那在這個互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更加了解它 他們呢也比較沒有做一些CRM的工作 所以說你下一次再來的時候呢 還是互動還是先生小姐行行好 這樣的話即使第一次出現購買 第二次可能也沒有辦法深化 彼此之間的customer relationship 那第三個就是坦白來講 衛生紙也好口香糖也好 也沒有比旁邊便利商店賣的便宜 所以說我們從各種角度來看 這一屆服務的設計上面 都有非常多可以改善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點點神他們做一個 服務設計的一家社會企業 他們做的並不是自己去把每一個部分補上 而是幫忙去聯繫各個不同的社會企業 試著好比像說像人身百味 去讓他們就是穿的很professional 然後教導他們有各種各樣子的 比較實質的互動的可能性 甚至當導覽員這樣子的一些訓練 那接下來他們又聯繫到做輔具的 台灣有很多做輔具的社會企業 把這個輪椅呢改造成 看起來就非常舒服的一個人體工學的一個電動車 而且旁邊呢還有一個很大的液晶螢幕 那不但可以播放一些互動的公益的一些廣告 甚至下雨的時候還可以折下來變成遮雨棚 那第三個呢他們會去跟各個地方政府討論 好比像說台中如果要辦社會企業年會 或要辦花博 那這個就可以結合他們當地的一些特色 又或者台北如果要當公平貿易的城市的話 就可以在這個接賣車上面 放一些有特色的公平貿易的茶或者是咖啡 所以在這樣子的各種不同的行業的結合底下 我們就一起可以把接賣者翻轉 讓它變成是一個像右下角這邊所看到的 相當這個Modern的這樣子一個服務的提供者 那另外很值得稱許的就是說 他們也採取所謂群眾募資的一個方法 在網際網路上面跟任何想要加入這個Venture的人 募款這個募款的錢呢並不多 他們一開始只要80萬 當然一下子就破百萬了 但是呢大家在募款的過程當中出了一些錢之後 買的是什麼呢買的是一個參與權 也就是說你花了一些錢支持這個專案之後 你就可以提很多主意 讓這些接賣車賦予不同的意義 所以我們就看到網友啊 他在這個過程裡面提出說 台北有很多地方挨台灣的熱點 還是有點連不上 那這樣的話這個接賣車 它也可以當Hotspot 可以當無線網路的熱點 又或者說你走一走 手機沒電了 接賣車因為它是一架電動車 也可以幫你充電 在你等它快速充電的這10分鐘 20分鐘裡面呢 你就沖一杯公平貿易的咖啡或者茶 可以更有效的去知道它的生命故事 那又或者說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植物櫃 所以有朋友們設計了折疊傘的擺放方法 那下雨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愛心傘的一個集傘的地點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集思廣義的工作 不一定是要政府來做 很多時候在社會上面進行社會創新的朋友 透過這種把各種不同的人互相連接的方式 就可以一起反轉大家對於所謂的弱勢的一個形象 好 那我答應只講五分鐘 所以我們現在就回來看看大家有什麼想問的問題 不一定要跟這個題目有關係 大家想問什麼都可以問 OK 我們馬上就看到84個問題 OK 那我們來看 有14位朋友響應我們傳奇社PE Paul的一個問題 說要如何讓網路讓更多人認識 更多人了解之後來能夠加入符輪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在網路上面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找事情給人做 如果像剛才的那個就是點點山的例子 如果你只有兩秒鐘的話 它有一支很漂亮的一個影片 讓你能夠在沒有看完的情況下 就很快分享出去 如果你有20秒鐘的話 它可以讓你徵求你對這樣一個design 哪邊特別好 哪邊特別不好 有一個投票的一個機制 那又或者說如果你有兩分鐘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他的business model 然後給他一些具體的建議 那又或者是說如果你有兩個小時的話 那當然你就可以實際的去 在他們的regional meeting 或者是在網路上這個客服中心 實際去聽他們的pitch 然後再給他們一些捐款之類的 我們重新這個連接一下這個vigation 對 那所以我想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在網路上面 我們很容易爭取到大家兩秒鐘的注意力 但是如果你爭取到兩秒鐘的注意力之後 沒有一些二十秒的兩分鐘的兩小時的 兩天的事情可以給大家做的話 那這個助力一下子就被充淡了 大家就只會殘留一個兩秒鐘的印象 它沒有辦法實際變成它的貢獻 也就是它的contribution 那這個時候呢我覺得 重點就是在大家在規劃的時候 要能夠去結合各地不同的力量 去把符輪的這個概念 這個精神弄成一個 大家在稍微了解之後 就能夠花一點點時間來做的事情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有效地去集結網路上面 各方的這個注意力 那不好意思 這個投影一直出一些狀況 但沒有關係 我們就這個在螢幕的時候 我用念的好了 目前社群上面對Facebook 如果萬一沒落的話 對於這個對岸的微博會取而代之 那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台灣是不是有夠強大的社群平台 其實台灣在公共政策討論上面 Facebook它並不是處於上游的位置 它是處於下游 就是大家都已經把論述整理好了 這個懶人包都已經做好了 貓咪的表情圖片都已經做好了 然後它是用來散播的一個平台 在台灣的公共論述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自己的部落格 看到PTT 看到甚至是Twitter 在這些服務裡面 其實他們都是居於在Facebook的上游 所以呢 即使大家現在不用Facebook了 大家比較去用Line 或者是用其他的通訊軟體 我們在上游的這個公共政策論述上面 其實我覺得並不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也就是說 不管它用來傳播的這個空間在哪裡 我們只要確保上游有一個 大家可以很reasonable討論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呢 就比什麼都重要 所以我自己呢 在我的業務上 我自己也去架了這種 公眾空間的討論平台 那大家可能有聽過 這個叫做Join平台 就是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它除了是台北市iVoting 以及其他地方縣市的 參與市預算的這個平台之外 它也讓審計部的朋友們 在每一次我們要公部門做創新的時候 好比像說以前都是庇護工廠 但是我們做社會企業的時候呢 我們有時候會把公有的這個 需要活化的地方 用每個月一塊錢便宜的租給社會企業 讓他們來創造更多的價值 這個時候監察院審計部 就不知道要怎麼審計了 但是呢 它如果是要擋我們的話呢 整個社會就無法進步 但是它就是透過這種公眾參與平台 來問大家說 你對行政院這種新的做法 有沒有什麼疑慮 我們會把它整理成各位九個餘律之後呢 一起把它給負責社會企業的政務委員 就是我啦 來進行回答 那我回答之後 他們據這個來擬出新的審計原則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對公民的力量的一個使用方法 那當然呢 我們在上面也有相當多的連署案 就是所謂的提點子 在這個連署案上面呢 大家都可以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像我們去年在報稅軟體 這個五月一號大當機的時候呢 就有人在上面這個提案說 報稅軟體難用到了爆炸 它只照顧Windows的使用者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 吵得最兇的朋友 我們說會吵的小孩要邀進廚房啊 我們就全部都邀進來 然後一起設計了今年的新的報稅軟體系統 那我們在這上面呢 大家透過連署都可以影響公共政策 那另外在眾開獎這邊 我們所有的法律法規的預告 都會在這個眾開獎的系統上面 預告60天來讓大家討論 但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是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來監督的系統 也在同樣的一個平台上 從這個月底開始 所有各部會 只要用到各位的納稅前的任何計劃 他們部會自行列管的計劃 通通都會跑在這個平台上面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所有的施政計劃 每季關靠 每月關靠 他開了哪些標案 他的執行狀況怎麼樣 所有目前行政院的1246個計劃 都會公開在這邊 然後讓大家能夠進行追蹤 更進行討論 所以呢 我想我這邊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只要一直創造這種 能夠救世論式的討論 具體的把公共政策 變成大家可以分享的話題 的這些上游的論述的空間 它不管下游的傳播的空間 再怎麼改變 我們都還是有能力去把大家的意見 去把它集合起來 一起做成公共政策 有15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不對 已經跳上來了 有18歲朋友想要知道這個 Watson明鳳這位朋友說 想要知道世界對於台灣未來 AI的發展有哪些重點 例如像醫療等等 這邊也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我們現在呢 有一系列新的網站 好比像說AI 它一定就叫AI.Taiwan.gov.tw 那就是所謂的AI台灣的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呢 它的重點就是在 它後面一定都是台灣.gov.tw 那我們生意產業就是 BioMath 或Bio.台灣.gov.tw 未來Smart Taiwan 所有五加二的各種院籍的方案 通通都會有這樣子一種一頁式的 用英文讓全世界的朋友們 具體的了解台灣到底在這件事情上面 要做什麼 我現在發現我每次一捲動螢幕就會黑掉 所以我就要捲動到正確的地方 然後停在這邊 所以我們每次的Action Plan 都會在這邊跟大家進行討論 像這個Action Plan裡面 我自己最看重的 除了這邊人才以及一些Pilot之外 我們右邊叫做Test View and Regulatory Co-Creation 就是用共同創作的方式 來一起做出法規來 這個具體體現在什麼呢 好比像說大家可能知道我們已經三讀通過了 這個金融沙河 就是金融創新發展實驗條例 那在金融沙河的概念裡面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金管會 或對於數位政委 對於這個金融的 特別是像現在的很流行 區塊鏈分散式帳本 AI理財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話 任何人都可以申請要違法 違法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在這段違法的過程裡面 大家當然有些底線 我不能說我想要實驗資恐 這個資助恐怖分子 這大概沒有辦法 但是除了各個部會的底線之外 大家都可以去Ping Point說 我就是有這些法規命令 現在正在擋我的路 而且我覺得 我如果不要管這些法規命令的話 我能夠做出一個 對整個社會都更好的 business model來 那在以前是不可以這樣子的 以前就是政府沒有說可以做的 在金融領域中 高規管領域就不能做 但是現在大家都可以說 我這樣子做是對社會有好處 所以你應該給我一個空間 在這個過程 就是這個sandbox的過程裡面 整個社會就可以一起來看說 在你的這個Ping Point的 這個最高額 有一個limitation的情況下 這到底對社會是不是一個好事 過了六個月到十二個月之後 如果社會都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我們就有了一種新的業態 我們就要調整我們的法規命令跟法律 但是如果到了六個月十二個月之後 這不是一件好事 社會上覺得說 這真的沒有增加大家的社會的認同感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就感謝你幫大家付了學費 接下來就不要再做這件事情了 所以我們就是有系統的這個違法的方式 讓大家一起帶領我們的法規命令 跟法律系統往前走 所以在AI上也是一樣 我們應該下個星期就會送一個叫做 無人載具創新實驗條例 簡稱這個無人載具沙盒進立法院 同樣的道理 我們現在就在空總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整天都有無人車三輪車開來開去 因為三輪車用的是行人的路權 所以說現在我們不需要特別的法規命令 他就可以在人行道上面跟大家互動 而且因為他用的這個技術非常便宜 而且是開放緣馬 意思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看 然後自己加以改動 所以就有很多北科大的學生 自己就在三輪車上面加了各種各樣 他的眼睛看哪裡 怎麼樣跟大家互動 這樣子透過這種co-creation的方式 大家才會慢慢能夠理解到說 我們要怎麼跟這種在路上跑來跑去的新物種 互相互動 他怎麼了解我們的意思 我們怎麼了解他的意思 所以像這樣子一種 共同創作的一種沙盒的空間 就是接下來我們讓AI在融入社會的時候 不是因為某個很英明的政委很top down說 接下來在這一區就一定要怎麼樣 而是說讓民間的需求能夠充分地反映到 我們的社會的跟科技的發展上面來 所以這件事情不管是在無人載居上面 或者像這位朋友關心的在意料上面 或在任何其他地方 我們都是透過這種法規共創的方式來工作 那如果想要知道詳情的話 就請參考 ai.taiwan.gov.tw 有20位朋友問說我在推行數位的外交 那什麼是數位的外交 它具體的內涵是什麼 我們在施政方針 也就是明年年度的外交部的施政方針裡面 特別去提到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說我們的數位治理的這種方法 就是說運用數位科技 讓更多人能夠參與到治理系統裡面的這個方法 這件事情就像農業技術一樣 是我們可以輸出的一個東西 這是其中一個方針 另外一個方針是說聯合國現在有所謂的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要全人類一起去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台灣有非常多可以幫忙的地方 我就只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好比像說這是一個叫做G0V 臨時政府空污觀測網的一個project 這project就是說環保署的策戰 雖然是非常的精準非常的穩定 但是呢跟大家實際生活的地方呢 有時候有一段距離 這邊呢就是公民科技 就是大家自己用很便宜的PM2.5 或其他的一個觀測器 自己在自己家的陽台 在學校 在辦公室 去設立這種觀測點 它雖然不是非常的精確 但是呢當一個地區有非常多的時候呢 它可以呈現出一個整體的趨勢 甚至還有坐無人機的朋友 在側站上空 100米 200米 300米 去測這個空氣裡面的 就是空氣污染的狀況 這樣才能夠知道說 每一天到底它是境外移動 還是非移動的污染源 所以目前呢在台灣 已經有超過2000個不同的側站 這個呢為什麼我們在外交上面 非常有用呢 就是因為每一次當公民社會自己組織起來 自己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的時候 在亞洲其他的國家裡面 不要說2000個側站了 只要到200人就會被請去喝茶 或者是茶水錶了 因為這個它是威脅到政府的可信度 它這個工作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跟環保署之間的權力關係 就會開始緊張 但是呢台灣呢我們是有完全的言論自由 跟完全的集會自由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政府呢每次碰到這種 威脅到政府可信度的公民科技的社群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採取一個打不過就加入的一個立場 所以說我們現在呢 就是特別用前瞻基礎建設裡面的數位建設 四年四十億元左右呢去做什麼呢 第一個去讓工研院去生產便宜的PM2.5的感測器 去增強這些人的精確度 第二個去把各種不同的公民社會 自己蒐集的這些資料 統統都集中到我們國網中心的超級電腦上 這樣子的話呢學者們不同的model 它就可以在完全一樣的資料上面 去進行運算跟比對 這樣子才是做科學 不然的話大家都有自己片面的資料 然後我預測這個你預測那個大家互相放話 其實呢對科學進步並沒有幫助 所以我們的工作呢 就是讓任何民間想要用這些資料 也不只是空氣包含水資源 包含地震包含災房 所有這些的朋友們呢 能夠用極低或甚至沒有成本 去發展他們的預測的模型 而這樣子一種公民合作預測模型 在國際上是非常好輸出的 所以說呢這樣子一種社會創新 一下子就這個擴散到整個世界 那我們再好比像說我即將用遠距的方式 去土耳其的這個GEC 就是創業的這個國際社群去演講 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就非常容易輸出到全世界各地 甚至是解決大家的一個問題 所以像我們的這個Presidential Hackathon 就是我身上這件T-shirt 就是要讓整個工部門的朋友 私部門的朋友 公民社會的朋友 一起用三個月的時間 從三月到六月 去把像空氣盒子這樣的題目 透過總統來當我們的Project Manager 所以就應該沒有調不到的資料 去促進這樣子的各種不同跨界的一種溝通 然後具體解決20個社會問題 這是今年的 那所以甚至像紐西蘭呢 他們在透過外交系統也表示興趣 希望我們這20隊裡面呢 這個有一隊可能英文講得比較好 在這三個月之後 直接去他們那邊 跟他們的政府工作三個月 然後把我們這邊的Presidential Hackathon的團隊 跟他們GolfTech Hackathon去進行結合 所以這個呢也是我們外交上面 非常有利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想針對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它的重點就是說 這17項每一個在工作的時候 都不能夠犧牲掉其他 必須是一個平衡的 一個成長 但是台灣呢 因為剛才講過 就是政府跟公民社會跟私部門 是一個平起平坐的關係 我們透過數位治理的這個過程 去讓大家都能夠看到 我們怎麼樣去Focus在某一個SDG 但是不犧牲掉別的SDG 所以我們在SDG17上面的貢獻呢 至少在亞洲可以說是 很多時候是只有我們能夠說話的 在其他的會被茶水錶或者是這個其他的國家呢 他們是沒有辦法在這上面有任何的貢獻 所以呢我們在像我自己參加了聯合國的網路治理論壇 聯合國人居屬的這個World Urban Forum 聯合國亞太金社會 在首爾的Social Innovation的一個Forum 然後呢還有在梵蒂岡 這個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Network 那這些聯合國的這些場合裡面 他們都非常歡迎我們透過這些題目 來做出貢獻 我們也特別挑一些就是北京當局 可能貢獻比較小的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呢我們的話語權呢就大幅的增加了 所以以上大概是對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的回答 有24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社會企業是以弱勢的族群作為禁用的對象 請問社會企業如何求存 如何與一般企業競爭也非常好的問題 社會企業就是再次remind一下社會企業的定義 社會企業它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社會使命 有一個social mission 我想要把社會弄成怎麼樣 想要好比像說剛剛講的 大家翻轉對於弱勢者的看法 然後呢我透過一個business model 然後呢我產生出social impact 所以說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企業它的設立就是為了這個social mission 它並不是可能像就是賺了錢之後再來做好事 那樣子像CSR我們也是非常的歡迎 但社會企業是說我一開始就是為了一個mission 所以呢這件事情它的求存呢 的做法呢就跟一般企業呢 其實有一個很微妙的不同 就是說所有在做類似題目的社會企業 他們中間會自然的有聯盟有合作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是想要解決同樣的問題 我們現在呢在法令上面 我們就特別去讓好比像說有一些社團法人 他們就是為了公益的目標所存在 相信各位都很熟悉 但是呢現在呢它需要引入專業的經理人 專業的投資人 它要跟資本市場進行對接 然後來一起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那以前呢都只有大企業能夠設一個底下的NPO 但是我們現在透過試辦的方式 也讓大型的NPO底下可以有它的 完全控制使命扣合必所行的子公司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要調動的就不是說完全只是初創的社會企業 我們要調動的是大的社團法人 或甚至基金會的這股力量 大的這個想要有Social Mission的大公司 像我們當年1998 1999年的時候 就說服了一家叫Nescape的公司 去把他們的瀏覽器叫做Nescape Navigator 它整個都公開出來 變成一個社會企業叫做Mozilla Corporation 那它做出來的Firefox這個瀏覽器 它就打敗了IE的這個微軟的這個壟斷 然後呢每年呢現在還是賺幾百億新台幣啊 可是你去看它的首頁 它就說我們是一家社會企業 我們賺的所有的錢每年幾百億 都投入我們的Social Mission裡面來 所以像這種你如果說服這種超級大的 像Nescape公司這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話 那這個呢也是另外一個做法 所以說我們在做社會企業的時候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Angle 那甚至像今年這個合作社的運動 在內政部要開始復興了 所有這些部分大型的合作社等等 都是社會企業生態系的一部分 它並不是只限於初創的或者新創的企業 那初創的新創的企業在接到這樣子一個Network 不管是CSR Network BD的Network 剛剛講的各種不同的這個Submovement的Network B型企業的Network 尤努斯形態的Network之後 它就可以在這個生態系裡面找到 它可以focus的位置 而不用像就是一般的企業一樣 它在初創的時候它要自己處理非常多的部分 所以這個合作式的這個經濟 社會性的經濟的這個方式 確實是跟純粹競爭式的市場經濟 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這也是我們現在在輔導 新的社會企業的時候的一個重點 我就知道會有人問我這個 這個鄭一廷老師 這個在這個參選台北市長的這個政見 我跟這個XLINE就是鄭一廷老師 其實在社群裡面並沒有太多的接觸 主要是因為我發展的技術 跟它發展的技術比較沒有重疊 那但是我當然是這樣覺得啦 就是說我們越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參選台北市長 是一件就是大家的公民的一個權利 那我們就更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那任何人對市政有什麼主張有什麼意見 或甚至對國家有什麼主張有什麼意見 大家就很自然的提出 我覺得這是一個公民社會深化的一個表現 那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們越多這樣子的advocates 就是這樣子的倡議者 他透過參選來表達自己的理念 我們就越把政治這件事情 它就是真的是融入大家的生活當中 而不是變成是好像只有 極少數人才能夠做的事情 他對於除媚就是demystification 我覺得是蠻有幫助的 那有一位叫做switch的朋友說 是不是覺得這個佛論社的演講 前面有太多貴賓的致詞 這個果然是要匿名才能夠收集到的問題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對於這個這樣子 新成立的這樣子一個組織型態 我就是透過剛剛聽大家的致詞跟演講 來做進一步的了解 所以至少對我自己的學習是蠻有幫助的啦 那所以我是覺得還好 並沒有特別這個特別融場 要是有的話我也是會講的 PPR想要知道說 中國的駭客攻擊台灣 防備力是否能夠承受 台灣駭客能否侵入他國去攻擊系統 非常好的問題 不過呢 我想跟大家先溝通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在做Cyber Security的時候 重點並不是說你永遠打不下來 或者是說你有沒有能力去打對方 重點是那個縱深 就好像說大家在住在家裡的時候 會有大門 會有內門 會有自己的房間門等等一樣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只要任何時候有人能夠進到第一層 我們馬上就知道 然後去跟他進行一些對應 這樣子的縱深才是資安的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現在當然 我們有很周全的一個計畫 我自己在進入政府的時候 我就自己帶了一個資安的product 叫做Sandstorm 自己進政府來這個運用 所以說 我們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說 我們是用開放的open source的方式 在國際上面 大家都已經驗證過這個軟體的Cyber Security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才把整個團隊的工作 好比像說 像我每天醒來 我不一定要在行政院 不一定要在辦公室裡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所有的這個同仁們 每個人正在做什麼 他們現在工作進度到哪裡 所有這些東西啊 都是在這個線上的工作平台上面的 所以呢這件事情呢 就可以確保說大家on the same page 然後呢有一個概念叫做working out loud 就是說我不怕別人知道我正在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我只要一需要這個別人幫助的時候呢 別人就可以很容易的來進行工作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內部的跨系統的整合 第二個部分是說 我們在建立這個系統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請國內這個最尖端的駭客 就是我好比像說Deafcore的朋友 他們曾經在去年吧 得到這個國際Deafcon 就是最大的駭客競賽的國際的第二名 總統也接見過的 我們就請這些這個國手們來打這個系統 然後他打呢 就不是只是試著打打看而已 是好幾個月的時間 對裡面的城市一行一行的去看 找到任何可能的漏洞告訴我們 然後並且去修補 那他們最後的結論是說 這真的是一個很安全的系統 有些小小的瑕疵 但是我們這些都修復了 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花這個各位的納稅錢 來請這些高手們來試著打這個系統 就是所謂主動式的這個penetration testing 就是侵入測試 滲透測試呢 因為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讓他們覺得說 我們對於國家社會是有貢獻的 我們是會被政委這個總統 非常的看重的 而且也有一些收入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他們可能就是被黑社會吸收去了 所以說我們要一直透過這種主動式 聘請他們去做滲透測試的方式 一方面讓他們有事情可以忙 有publication可以做 那二方面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真的是這個國家 很有建設力 很有貢獻的這一部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人才的 這樣子一個管道 那透過這個管道 我們才能夠去培養 大家對於資安的一個意識 也能夠讓這些高手呢 一直對我們有所貢獻 那因為現在只剩好像兩分半鐘嘛 所以這個問題 其他問題我就沒有辦法念出來 我就盡可能快問快答 如果各位看阿卡麥的那個連線的話 那是因為他的那個交換機房 沒有設在台灣 所以我們在他所做的評比裡面呢 是比較低速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用 國際世界經濟論壇的測速的話 或者其他別的這個 就是是用他自己國內的交換機房 而不是用特定幾個機房的測速的話 其實呢我們速度並沒有比較慢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台灣它的 penetration internet penetration 就是你想要用寬頻 就可以用寬頻的 可能是世界第二 僅次於某個北歐國家 這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另外就是我們實際在上面使用的時候 它性別平等的程度 以及在上面進行實質公眾參與的程度 這個呢都是世界第一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重點可能不完全只是像KPI 在那邊寫的是說 我們的最高速有沒有到達幾G 那個可能是你要去做VR 這個Live Streaming的時候 也許是有點意義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食醫住行娛樂 一是醫療的一 到底有沒有具體的來利用網路 來讓生活變得更方便 我覺得這是台灣社會創新的重點 我們不是拼其中一項的KPI 我們是綜合性的來看 新的技術有沒有解決大家的問題 剛才有委員提到 雙周二在全台巡迴 大概是如何進行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我們的照片 這個是空總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們社創中心 這個足球場也是喜憨兒畫出來的 這個真的是他們優勢 你要我畫是畫不出來的 Anyway 那我們這個空間呢 是所有的一百多家設計一起設計的 他們說要每天開到半夜十一點 就開到十一點 他們說要有廚房就有廚房 要有大廚就有大廚 然後要有這個完全開放式的白板的空間 然後呢要政委呢 這個每個禮拜三早上十點 在這邊待到晚上十點 所有這些都是用反應需求式的方式 加以滿足 然後呢當時這個賴清德院長 來開幕的時候就說 我上面應該貼一個門診時間表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大的 這個看板的方式 讓大家看到所有我的schedule 然後底下呢 任何社會創新有關的東西 只要你給我這個大小的文案 我就幫你輪播廣告 所以我們有很多社會的創新 這是每週三 那所以呢其實我們在這邊 是一直有各種各樣的活動的 那每雙週二呢 我就會pre-announce說 我會在行政院的四個 不同的聯合服務中心 分別是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但是好比像說我去花蓮的時候 花蓮這邊可能二十幾個 就是social entrepreneur 台東在台東大學 可能又有四五個人 然後呢在台北呢 就同時有十二個部會 所有跟社會創新有關的部會 大概二十四位的承辦的朋友 他們按照每一次巡迴會議 大家提出來的具體問題 好比像說有一個社團法人 他想要設立子公司 好比像說有一些農社器 他想要突破一些什麼肥料的法令 或者是總之就是說 當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遇到了問題 我們應該不是說衝去 代替他們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應該是幫這些 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解決他們的問題 尤其當他們的問題是政府造成的時候 我們更能夠透過這個法規鬆綁 透過各種解釋 透過聯席會議的方式 來快速反應式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提出 他在社會創新上面碰到的一些阻礙 或帶來釐清的事項 我這邊的Promise 就是我去他們那邊的時候 台北一定有相應的承辦人在那邊 去跟他進行直接視訊的對話 所以我們就可以第一手地看到 他們所在的地方 很多朋友會把我帶去 好比像說原住民族的部落 好比像說用無人機在屬西瓜 西瓜田 或者是各種各樣在社會創新發生的地方 但透過我的眼睛 我像是一個調查報導的記者一樣 透過360度以及2D的這種直播 在台北的朋友們 也就第一時間看到了 到底他們碰到的狀況是什麼 而不是人家要搭這個 三個小時的這個普悠馬 或者搭兩個多小時的高鐵 然後只有15分鐘的時間 拿個PowerPoint 那樣子是沒有辦法有效地知道 到底實際碰到的狀況是怎樣 那在這裡面我覺得有兩個創新 一個就是說這種跨部會的方式 大家都能夠知道 這樣變成一個Virtual Team 之後碰到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各部會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找這個承辦人就對了 所以是一個虛擬 這個Virtual Team的一個概念 那第二個呢 是一個accountability 說到做到的概念 在這裡面我們具體解決的問題 所有東西都在網路上面 se.pdis.tw 這個網址上面我們會具體的去公佈說 我們在每個地方收到的問題 兩個禮拜之內一定有所回應 兩個月之內我回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就一定會解決 那不解決的話呢 這個政委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沒有人知道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半年來我們tour這個呢 我每次回到一個地方 兩個月之前的事情 通通都解決了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沒有解決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這個就是用一種非常快的回應周期 來具體解決 跨不會問題的一個方法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不想要這個overtime 那就對這個接下來 問這些朋友們 這個112個問題 但是我回去都會這個認真的看 然後在裡面如果有某一些 就是我們可以列為施政的參考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 接下來在社會創新實驗室討論的話題 都非常歡迎大家 在禮拜三實際來空總找我 那然後有位說這個 請總監買時間 請我多說10分鐘 是是是是 沒有啦 這個 我是不知道你們的proceeding怎麼樣 我當然可以多說10分鐘 OK 那我們就到12點15 有15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如何去防止假的網路新聞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關於這個不實訊息 我們有一個具體的一個 叫做五圈一叉的這個概念 在rumors.pd.tw 簡單來講就是網路的爭議訊息呢 它基本上就是有點像是一種流感的一種概念 就是說在以前大家看報紙的時候 會左邊有一個版面 右邊有一個版面 有所謂的平衡報導 但是呢 現在呢大家是用手機看 即使它這篇文章裡面 上半部跟下半部有試著做平衡報導 也沒有用 大家在各種內容農場 或各種轉發的消息裡面 都會截取斷章取義 符合自己觀點的那一段 然後呢可能沒有看完就分享出去了 在這個土壤裡面我們是分享 比看完一件事情還要容易的一個土壤 那這個土壤在之前呢是沒有發生過的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傳播媒體的一個情況 我們為了適應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的簡單一句話講就是說 我們想要讓事實的傳播 比謠言的傳播來得容易 而且來得快 各位可以想像一個狀況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你們每個禮拜都約來這個 在福文社聊天啊 或者一起打個籃球啊 一起看個電影啊 一起喝個下午茶 那你在跟他見面之後過兩天 你就聽到這個別的朋友說 這個朋友怎麼怎麼樣 發生了怎麼樣的事情 好像有一些負面的謠言 那你馬上就會打電話跟他求證 你就算打電話聯絡不到他 你也知道說你下個禮拜 你們見面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可以彈開 這種時候謠言就不會傳 因為到你腦裡你就會覺得說 我要先查證一下 查證完之後 我再把這個東西傳出去 但是呢在以前呢政府跟人民呢 如果距離非常遠 你只能透過部長信箱 可能兩個月之後才回你 回的還沒有回到位 這個時候你的關係 當它沒有很好的時候 謠言就有滋長的這個溫床 所以呢我們的做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我們不會去立法 或者是修法去說 謠言一定不能夠在網路上面散播 因為畢竟我們是這個 有言論自由的一個帝國家 但是呢我們會讓媒體資訊素養 變成我們十二年國教的一部分 大家都可以要學批判性的一個思考 那更重要是說我們要即時的 去把所有的謠言的即時的回應 像我們在這個跨部會有個叫做 爭議訊息澄清的專區啊 我們所有的這個各部會 這個最近被什麼謠言所困擾 他們就會第一時間的發到 這樣子一個專區來 然後呢讓在Google搜尋 或在任何其他新聞記者 要做查證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能夠到這邊來看到 我們最近在澄清什麼訊息 除此之外呢我們公民社會 像G0V臨時政府 不是只做空屋觀測網 他們也做一個叫做cofacts 的這樣一個叫做真的假的 的這樣一個line上面的一個bot 那就是說如果你在line上面 把一個真的假的 加進一個朋友 然後呢你就把某個謠言 傳給他的話呢 他就會告訴你這個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這個相當的厲害 就是說它有一個回應的一個列表 就是所謂的謠言的一個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裡面呢 大家就可以去看到最近最常 在被轉傳的各種什麼柚子皮 可能不能跟什麼東西一起吃啊 還是什麼負離子的功效啊 這個還有什麼 一堆有的沒有這些東西啊 這個所有這些部分呢 他們有一個社群 有點像維基百科一樣 一起去維護這個謠言 即時謠言查證的一個資料庫 那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大家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說 什麼什麼果核 吃水果要注意 果核咬碎還是什麼 這裡面有很多食品相關的啦 對這個不要看太久 這個會有精神污染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只要有這有點像是 email的那個垃圾郵件一樣 第一批收到的人裡面 只要有幾個人把它標註為垃圾郵件 之後的人就會可以看到說 具體的到底這些事情 有什麼方式可以查證 有什麼東西可以去告訴他們說 事情上不是這樣子 所以就很歡迎大家 這個家真的假的 這個Linebot當作朋友 然後呢也很歡迎大家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參加這個公民社會 他們完全沒有拿政府的錢 也沒有用政府的人 用這種方式呢 一起去做這個事實查核的這個工作 有20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台灣未來年輕人的機會在哪裡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呢 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們看到非常多年輕人 他的工作呢就是想要對這個社會 造成一些正向的影響力 那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講 就是我的這個頭髮 燙頭髮這個地方啊 叫做好剪財 是才能的財 它是一家社會企業的理髮店 然後呢我當時呢去找的時候 就是我找社會企業名錄 看到有剪頭髮的我就跑去 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 然後呢就幫我洗頭髮的那一位 這個服務員呢 他就跟我說他是台南人 然後呢他學了這個法藝之後呢 他在104上面看這個 各種各樣子的求財的這個訊息 但是呢他只有頭履歷到這一家 他並沒有頭履歷到任何別的法郎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是一家社會企業 那他的社會使命到底是什麼呢 他就是確保說這些技職的學生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一個progression 他在洗頭髮的同時 每個禮拜會有訓練的課程 這個訓練課程他到了某個credit 通過某個考試之後 他就可以變成這個剪法師 然後有一個展店的規劃 工作優於勞基法 這些都是最基本的 但是呢他們每個禮拜 在空餘的時間 他們會去跟每一個展店的 那個店旁邊的社群 好比像說移工的一個社群 就是外籍勞工的社群 透過一剪來換故事的方法 就是幫他們剪頭髮 讓他們看起來這個更清爽 更能夠融入社會 但是呢同時用他們的這個 生命的這個遭遇啊 語言啊 變成他們的這個這個剪法的 跟旁邊的社區溝通的一個方式 等於是說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促進社會連帶 那也包含幫無家者 然後幫各種各樣 其他的社會的弱勢 去用剪頭髮的方式 去把他們就是 糾集到社群裡面 那他就覺得說 這樣子的工作 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像我這種 就是會認明社會 使命購買的這個力量 慢慢的呢 也就跟抵制這個 無良企業的力量呢 要開始等量齊關了 所以其實他們剪頭髮 是收還蠻多錢的 但他裡面這個 佈置得非常文青 氣氛非常好 所以你也會覺得說 這個錢花的值得 所以我要講說 這個就不是 這個不是一個 這個不是一個 而是說他能夠告訴大家 甚至能夠他用 我們叫做 社會性的投資報酬率的方法 可以算出來說 你若去捐錢給某些 這個就是照顧弱勢的朋友們的話 一塊錢如果能夠發揮 一塊錢的作用 你透過參與這些社會企業 一塊錢他可以證明 算出來給你看 一塊錢可以發揮三塊錢 四塊錢的作用 這個時候他就可以吸引到 我們叫做impact investment 就是說想要對社會 有影響力的投資人 那這整個 ecosystem 的堅持 我覺得是接下來 台灣未來年輕人的機會 因為我們這邊 跨域 跨世代 跨科系 跨國的合作 在亞洲裡面都是最自由的 那我們又碰巧擁有 就是透過這個科技 不管是軟體 硬體 還是各種各樣的科技 來解決社會問題的 這個 core capacity 所以我們只要多辦一些 這種國際交流的活動 我覺得我們是 這個出海口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這個對整個世界來講 都是一個好處 它不是完全是競爭性的 它是整個 collaborative 是合作性的 有位朋友問說 面對對網路陌生的 各部會的老人 如何導引並且有效運用 我在加入內閣之前 整整六年的時間 我是在Apple Siri Team 當他們的顧問 在Apple 我們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說 軟體工程師 硬體工程師 PM 這些都要聽設計師的 設計師是聽使用者的 如果東西不好用 絕對是我們的錯 絕對不是使用者的錯 這個是蘋果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的一個理念 所以我們在設計出這些 對話用的這些 就是focus的這些科技的時候 有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像Slido這種科技 它是讓我們的注意力 更能夠集中在彼此想要討論的事情上 而不是好像別的科技一樣 是我們討論討論說 又低下頭滑手機了 或者是叮一聲 然後你的注意力又被搶走了 簡單來說它是還回我們注意力的科技 而不是搶走我們注意力的科技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在各部會去deploy 這樣子的科技的時候 我們都會非常注意說 如果有些人用起來不習慣的話 那我們用他們習慣的方式來做 像我用iPad 然後用Apple Pencil 那這個呢 對很多我的這個同事來講 他們就比較能接受 因為就是用紙筆的這個習慣嘛 也就是說我始終覺得說 我們在引入科技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凝聚社會的共識 解決社會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裡面 只要讓任何一個人覺得 它被排除了 那我們這個科技 就不是一個很好的導入的一個方式 這是所謂的inclusion 這是所謂的普惠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當他們又透過他們習慣的方式 好比像說透過視訊 實際去看到這個 像我去台灣各地的時候 各部會的朋友們看到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 事情可以這樣做 這樣真的更省成本 而且這樣子你建置一趟的這個成本 其實兩趟高鐵票 就把它就賺回來了 所以在我們這樣子tour around 然後去做這種視訊會議之後 現在整個行政院接下來就會有 視訊會議的操作要點 那這樣各部會的同任 就可以更有效的 在內部去進行協作 甚至我們也在跟立法院的朋友談 因為很多 好比像高雄的立法委員 他們也是很可憐 就是一醒來早上 然後就要趕高鐵 然後去質詢 質詢可能只有15分鐘 之後他又馬上要趕回去 然後去跑他當地的行程 可以說是大部分的工作 可能都要在高鐵上面完成 有時候一天要跑三四次 那如果能夠用遠距的方式去進行質詢 或者去進行各種會議的話 其實無形之中也是 我們目前賴院長所說的首度檢壓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大概都在規劃 然後先在請政院裡面去把它完成 有20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電子支付是否可以普及化 是否有必要性 我們能不能夠克服各自跟個人隱私的問題 這邊做一個觀念上面的釐清 電子支付的意思基本上是 不是用紙鈔 就是它不是用cash 不是用現金就叫電子支付 所以悠悠卡也好 一卡通也好 這個感應式Visa卡也好 這些都叫電子支付 那大家會這個常常在比的那個KPI 那個叫行動支付 就是說你在支付的時候 你用的是一台電腦 就是你手上的手機 而不是只是一張能夠讀寫的一張卡片 那電腦它當然可以做運算 可以刷臉刷指紋刷各種有的沒有的東西 這個它當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在台灣 我們因為電子支付實在已經做得非常好了 所以說行動支付呢 當然只有在它比電子支付 要來的方便的時候 大家才會去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推行的方式 也不是我之前常常在這個開會的時候開玩笑 說你如果只是要充行動支付的支付率的話 那非常簡單 我們禁止超商設置提款機 然後呢我們說接下來一年不抓偽鈔 那這個行動支付的這個 就像是非洲很多國家 行動支付馬上就這個到達95%了 那但是這當然沒有意義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說 我們要讓大家看到說 行動支付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也跟電子支付一樣 像這位朋友關心的 能夠保障個資 保障個人隱私 能夠確保說它這個過程 是比電子支付還來的順利 能不能夠有一些我們的公共大眾運輸 或者其他的公部門的這個 像就是不知道這個 各種各樣像健保卡 好比想說 我們現在就正在評估說 對某些朋友來講多帶一張卡 還是說這張卡它可以整合進你的手機裡面 這件事情大家的疑慮是什麼 以及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這樣子比較好用 那同樣剛剛那個普惠 inclusion的觀念還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任何不想這樣做的人 我們都要確保說它本來的體驗 不會被犧牲掉 不會停止發卡 而且要任何人有疑慮的時候 這個疑慮就要在早期就進入 而不是說變成我們推行到最後 再來說服大家 再來摸頭 當然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最一開始 就是使用知識公民會議 共識工作方案等等這個方式 去找到大家都覺得 comfortable的技術上面一個solution 所以我們並沒有任何既定政策說 幾年之內一定要做什麼 但是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只要有一些朋友覺得說 這樣比較方便 而且也可以被說服說 它沒有個資產上面的顧慮的話 我們就會往這個方向走 這個跟剛剛講的沙河的概念 也是相同的 好 那這個 很多朋友還是說這個意猶未盡 那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剛剛也只說這個多講十分鐘 所以我想還是不要耽誤大家用午餐 那各位如果有任何這個 額外的問題的話 隨時都歡迎到我們PDs網站上面提問 或者是禮拜三直接來空中找我 謝謝大家 謝謝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感謝唐鳳政務委員 為我們帶來這麼精采的演講 唐鳳政務委員請劉布 大會準備了紀念品要送給您 請總監Skin上台 執政主獎人紀念品總監請 我們準備了琉璃 我們準備了琉璃 一起感謝壯要贈送給唐鳳政務委員 音樂 有名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